嗨,我是Gabriel,一名来自西大商学院的再读生。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校园里学习讨论的好地方。 首先推荐的就是Evercrombie商学院的learning hubs。 它们就在大门的两侧,所以你一定不会错过的。 在这里,你可以找到学习需要的电脑,小组学习讨论的隔间,白板,还有打印机。 而且那儿也非常适合在听完两三个小时的讲座之后,迅速热个饭,给自己充充电。 但是,learning hubs不是24小时7天开放的,而且通常很受欢迎,尤其高峰时期,位置很紧凑。 所以,除此之外,我还有推荐主校区的Caslow Learning Hub。 这种很多电脑,而且是24小时7天开放,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喜欢早起,或者爱刷业的朋友们,也会喜欢Fisher图书馆和法律图书馆。 一定要记得带着你的学生卡,Fisher是校区里最大的一个图书馆,有很多可以预约的座位和小组讨论的隔间,还有适合自习的安静区域。 更让你想不到的是,Fisher图书馆还配备了厨房、自动售货机,甚至还有睡眠仓。 大多关于商业和管理类的书籍,也都存放在Fisher图书馆。 法律图书馆就在Fisher隔壁,特别适合需要安静学习环境的同学。 从Fisher一层的地下通道,可以直通法律图书馆。 一天的学习之后,你可能觉得很疲惫了,不想不行去Redfin火车站。 这时候,乘坐学校免费的巴士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不过记得查看下方链接的Tim Table和站点地图哦。 我也很推荐SynTech图书馆,它离ABS很近,而且出门就是公交站。 但是SynTech不是24小时7天开放的,所以记得去图书馆网站查看开馆时间哦。 另外一个值得分享的经验,就是提前预定Study Space。 你可以上图书馆的网站预约,这可比临时抢作强多了。 对于课程类研究生来说,我们还有个专享福利,那就是Quarter。 它24小时7天开放,同样一定要记得带着你的学生卡。 这儿有安静自习区和一些特别的设施,短期寄存柜,电子设备充电站,厨房和自动售货机。 这儿还有学习隔间,白板,投影仪,所以也非常适合小组学习。 如果你和我一样,喜欢自己动手做些东西,或者尝试炫酷的3D技术和虚拟现实,有时间一定要去ThinkSpace看看,很多高新技术都等着你一探究竟。 除了数控雕刻机需要的原材料需要自备,所有设备和服务都是免费的,而且面向所有学生。 你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系统来预定你想使用的机器设备,在你的时间段里尽情创作。 别害怕或者觉得不好意思,找工作人员帮忙哦。 对于新手来说,参加学习间举办的互动讲座也是一个快速了解这些技术的绝佳机会。 我把注册活动的链接也加在下面咯。 这也是我们调剂紧张学习,平添生活乐趣的一个难得的创新平台,接触学习新鲜事物的好去处。 在我之前提到的一些学习空间里,提供服务的是来自各国各专业背景的学长学姐们,他们是我们的peer learning advisor。 你可以通过红色的T-shirt一眼认出他们。 如果你需要帮助或者有任何学习生活相关的疑问,都可以咨询他们。 期待环境优美而惬意,尽情探索我们的校园,充分利用学习设施和服务,享受在悉尼的每一天。 感谢你的观看,祝你学习愉快。